本期节目为灵红蝶完整版故事讲述 为了方便各位更好的理解 我照例将它按时间线分割成了六个小故事 如果你看过上期视频 请直接跳转到第15分钟 如果你第一次看 那么请以此视频为准 第一个故事 街神村惨剧 日本自古以来有无数神秘的村落 街神村便是其中之一 原本看上去像是一个安逸逍遥的地方 可是却暗流涌动 村中某处有一个大坑 其名为虚 深深的通向地底 人们不知他究竟何时出现 只知道他象征了禁忌 黄泉之门的入口 千百年来街神村都会举行一个固定的仪式 如同兵士家族一样 只不过街神村采取的手段和规则 完善和低风险 然而这个仪式也极其的危险 村中除仪式人员和献祭品外 所有人不得靠近这个地方 虚字在村中的资料和村置中 都是叉子这样的字眼 仪式的具体内容是 选中一对双胞胎 在举行献祭仪式 红制祭的当天 双胞胎中年长的那一位 也就是哥哥或者姐姐 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弟弟或妹妹 才可以成功地完成仪式 由此可以将虚中的瘴器 暂时地封印住 而所有参与仪式的执行人员 都要被缝住眼皮 以防止不经意间看到虚的样子 所以说一旦失败 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有意思的是 在日本直到19世纪末之前 民间统一认为 双胞胎中先出生的那个 是弟弟或者妹妹 后出生的才是哥哥或者姐姐 村民之所以选择 用如此的方式来献祭 只是因为他们认为 双子并不是两个独立的存在 而是同一个人 被分成了两个部分 在必要的时候 合二为一便会产生中 巨大的力量 这股力量足以对抗 一切不可名状之力 献祭的力量 通常会稳定地 维持一个固定的周期 随后便会逐步地减弱 也就是说 到时候就需要新的仪式 来进行循环 每次献祭仪式中 双子中死去的哪个 便会被投进虚的巨口之中 活下来年长的那一位 则被竟称为鬼之 他势必要带着痛苦和罪孽 被折磨一生 所以因为受不了这种痛苦 而隐居深山 或者一夜白头的 也不在少数 需要说明的是 这个仪式同样要求 双子之间 不可以拥有太深刻的亲情思念 并且要确保任何细节 都没有差错 否则这个仪式就会无效化 这个名为虚的深坑 可怕之处在于 光用仪式封印还不够 还需要另一个 象征性的仪式才可以辅助的圆满完成 而这另一个仪式 更为害人听闻 它具体的方式就是 在准备红制祭的期间 深渊巨口虚 会产生强烈的震动 为了将其稳定住 需要制作名为歇的人住 这时作为献祭品的 就不再是村中的人了 而是外地前来拜访 或者路过的客人 村民们首先会热情的款待他们 实际成熟时 就会选中一位客人 抓走进行深削仪式 这个具体我不用说 大家也能感受到具体的意思吧 越是想要稳妥地压住虚的震动 就越得让被献祭深削的客人 承受最极端的痛苦 从而获得躯体和精神的超脱 就如同电影《殉道者》中那种仪式一样 话说这点倍的客人 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谁让你闲的霉是敢狭溜的 所以街神村自古以来 总是会出现路人神隐的现象 大家听到这第一个故事的背景 一定会好奇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这村子就一定能不断地生出双胞胎呢 然而它就是这么屌 兴许是因为黄泉之门潜移默化的影响 每隔一段周期便会出生一对双子 女孩们居多 所以自古以来 村民们将被选中的女童双子 称为双子巫女 而男童双子 则被称为双子玉子 每当双子巫女的姐姐杀死妹妹之后 妹妹脖子上的掐痕 便和化为蝴蝶一样的形状 而死去的妹妹在落入虚之后 灵魂便会化为红色的蝴蝶 飞在村子的上空 自古以来 有一些抱有反抗意识的双子 会结伴地逃离村子 村中有一条密道 就藏在祭奠鬼之的墓地下方 然而那些试图逃跑的双子们 几乎都失败了 只要被村民抓到 往往就会被立刻杀掉 某一代仪式的记住 为了防止双子逃跑 甚至用四个风车形状的钥匙 将密道给封印住了 就这样 仪式一直顺利地进行着 直到1914年 街神村出生了一对双胞胎兄弟 丽花树月和丽花木月 而在次年 一户姓黑泽的大家庭 又诞生了一对姐妹双胞胎 名为黑泽八虫和黑泽沙虫 原本按照规定 1929年 这对丽花兄弟要被选中献祭 可是他们二人的兄弟之行 超越了一切 哥哥树月曾想带弟弟沐月一起逃走 可惜弟弟体温多病 难以做到 只不过兄弟间还是达成了协议 在红之记前夕 兄弟二人发誓 不论仪式成败与否 不要让八虫和沙虫遭遇同样的命运 终于离别的时刻到了 仪式当天 哥哥树月带着无尽的痛苦 无论如何也下不去死守 仪式的祭司最终带手杀掉了弟弟沐月 可仪式因为这细节的小错误并没有成功 只因为兄弟间的爱 成为了阻碍仪式的意外因素 封印并没有得到丝毫的加强 仪式不得不再次年重新举行 而作为村中最有声望的黑泽家之主 黑泽梁宽 忍痛割爱 自愿将两位女儿 黑泽八虫和黑泽沙虫 作为代替品顶替献祭 而那之后 活下来的数月一夜头发苍白 好像变成了一个老人 他为了旅行和弟弟约定 联系到了自己童年的好友 外乡人宗芳梁宗 希望届时宗芳可以在村外 帮助八虫和沙虫逃离 1930年转眼就到了 被迫顶替重新进行献祭的黑泽姐妹 得到了数月和宗芳梁宗的协助 成功地在仪式前逃离村子 就在那之后 数月与牢房中上吊自尽 就在黑泽姐妹逃到山路中时 妹妹沙虫因为意外跌落山间 与姐姐八虫就这样意外地分开了 原本黑泽沙虫并没有想逃离村子 他自始至终只想与姐姐永远守在一起 浑身是伤的他苦苦等待着姐姐来救自己 可是等到的却是一群充满怨念的村民 次日仪式必须继续举行 兴许是连续两年的意外让当时的记住和村民们恐惧不已 而黑泽八虫也下落不明 导致他们竟然不择手段地用连柱绳将黑泽沙虫活生生地吊死 随后又将尸体丢进了虚之中 由于献祭方式的错误 加上白白耗费的一年时间 虚的封印彻底失效了 最可怕的结果发生了 那就是被人们称为大城的灾难 虚如同排气口一样倾泻着瘴气 带着无尽的怨恨 黑泽沙虫从虚中飘了出来 一夜之间把村子给涂了 用怨灵的形态等待着姐姐归来 原本在悲剧发生的那夜 丽花树叶家的小妹妹丽花千岁 因为恐惧躲在了壁橱之中 亲眼看到了恶灵沙虫对村民的屠杀 最终他再也没有逃出壁橱 就这样死在了壁橱里 带着对黑泽姐妹出逃 而导致自己哥哥自尽的怨念 他也化为了怨灵 就这样一夜之间 街神村成了废村 从现实中消失 几乎可以从地图上抹掉了 村中唯一幸存的 只有侥幸逃离的黑泽八重 第二个故事 童生姐妹 街神村在大厂的超级惨剧发生之前 也不乏可怕的小悲剧 以后向童生的家庭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曾有一位著名的人偶师 名为童生善达 原本顺风顺水的他 却因为妻子生下一对女童双胞胎 而悲痛不已 因为他知道这在村子中意味着什么 这对双胞胎姐妹分别叫童生希和童生记 他们在长大后 终究迎来了改变命运的那一天 仪式完成了 童生希亲手杀死了妹妹童生记 父亲善达 怀着对小女儿的愧疚之心 仿造死去的记 制造出了一个女人偶娃娃 想要安慰失去妹妹的希 可没想到怨气聚集在人偶身上 那人偶每天夜里都会和希说话 并且控制了精神崩溃的希 某天夜晚 死去的记 托梦告诉父亲 毁掉那个人偶 可惜为时已晚 被操控的希一心想要杀死父亲 身为悲剧酿造者的童生善达 放弃了 他心甘情愿地被大女儿掐死 大肠发生之后 童生姐妹的怨灵也飘荡在已经消失了村中 第三个故事 卑鄙又高尚的异乡人 江湖末期 名科制造家麻生邦彦博士 在自己古怪的研究中取得了惊人的进展 他制造出了两个 看似不科学 却又史无前例的东西 其一是零时收音机 他通过多年的调查取样 把精心挑选的特殊矿石材料 固定于改造的收音机中 由于这些矿石在无数年间 吸收了大量人类的意念 通过和收音机的电磁波长结合 可以将矿石中吸收的声音信息给播放出来 不过第二个发明 才是他最值得称道的作品 零能相机 按照他的理念 这种相机可以捕捉到人类的残念 和肉眼无法看见的东西 也就是说 第六感越强的人越能完美驾驭 在研究的初期 第一台实验相机并不完美 就在1930年的某一天 他的一位民苏学界老铁 真碧青次郎前来拜访 并以学术取材为由 借走了这台原型机 民苏学者真碧青次郎本人 对于智怪传说非常感兴趣 尤其是与黄泉有关的事物 他总是带着自己的徒弟 宗方梁葬一起做学术考察 他自然对于街神村 自古以来的虚非常感兴趣 1930年他期盼的机会终于来了 他徒弟宗方梁葬收到了幼年好友 数月的秘密信件 得知黑泽姐妹和村子的秘密 这自然吸引住了真碧本人 于是他与徒弟宗方一起拜访了街神村 为了提前打探消息 没想到村中的大家庭 黑泽家热情地邀请他们仕途 来家中做客 并答应真碧可以实地参观虚 于是他们便留下了 然而谁知 这竟是一场红门宴的开端 真碧在这期间 察觉到了黑泽家 以及街神村款待客人 似乎别有意图 于是让宗方梁葬先行离开 他自己则守在黑泽家 等待仪式进行 这些地方的人 在闪口上移动 这种适合器 是 是 写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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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果然他怀疑的阴谋成真了 他被村民抓住并囚禁 幸好黑泽家的双胞胎姐妹暗中相助 给了他钥匙 可是真必对于虚的好奇心 强过了自己的生命 最终他还是留在了村里 之后他就被执行了残酷的身削仪式 并被做成了人柱 在真必牺牲后 他的徒弟宗芳梁藏开始协助黑泽姐妹逃离 仪式前原本在村口等待接应黑泽姐妹的他 最终寻找了许久 才发现了孤身一人黑泽八重 只听他不断的哭喊着 村子不见了 因受到极度的精神刺激 黑泽八重失忆了 宗芳梁藏带他一起远走高飞 两人于数年之后结为夫妻 育有一女 宗芳美琴 后来这家三口搬进了禁忌之地 冰是底 这也就是我在上一部《零零》中讲述的故事之一 第四个故事 悲催情侣 1987年 原本属于街神村周边的土地 因多年荒废无人 被一家公司看中 准备投资建设水坝 为了先行调查环境 该公司派出了一位名为真村真城的调查员 去实地考察 谁知悲剧的是 他居然踏入了禁忌之地 街神村的领域 仿佛就像进入了某种节节之中 他再也找不到出去的路了 于是只得苦苦地调查 因为他的莫名失踪 其女友梅野子冒着生命危险 也闯进了街神村的领域 只为了寻回男朋友 经历了无数危险 终于看到了男友真城 两人并肩逃亡 可却找不到出路 梅野子的身体愈发虚弱 两个人逃进了冯板家 在互相安慰片刻之后 真城独自前往黑泽家调查 不慎 却被真碧青四郎秒杀 变成怨灵的真城 只记得冯板家有个女人 不久后 回到了那个地方 梅野子发现了男友的身影 于是他便上前迎接 没想到 却被男友的怨灵 活生生地掐死 又是一对悲剧 第五个故事 消失了村子 这将是灵红蝶 正式主仙故事的开端 街神村在大场惨剧后 人间蒸发了 附近的村落中 后来的人们都称其为 消失了村落 一个名为麻生操的男人 就出生在街神村附近的小山村中 他成年后 入坠到了村子一户 姓天苍的女方家 其妻子名为天苍静 不久之后 天苍静为麻生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 天苍灵和天苍剑 不久之后 麻生操就离奇地失踪于 消失了街神村附近 天苍静在抚养女儿成长的过程中 叮嘱他们 不要靠近那消失的村子 还找了一个借口告诉他们 他们的父亲是意外去世的 实际上天苍静本人 也不知道丈夫到底是如何消失的 在那之后 他自己也搬走了 可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1988年的夏天 天苍静带着对童年的回忆 与女儿们一起回到了山村附近郊游 不经意间 竟然和女儿们走散了 距离街神村的大长惨剧 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 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 这个村子究竟为何一夜之间 人间蒸发掉 也很少再有人接近这片领域 某个普普通通的夏日 天苍静带着自己的双猫胎女儿 天苍灵和天苍静 来到了早年曾经生活过的山村附近 两位可爱的女儿之间关系密切 童年时期 这是属于他们俩的秘密场所 两人曾经在附近玩耍追赌 途中 姐姐简不慎跌入了山间 摔伤了右腿 自那之后 一条白色的绷带 便不曾离开过她的腿面 妹妹灵对此非常的愧疚 所以一直贴心地照顾着姐姐 终于两人都长大了 再也不是莽撞的小孩了 这一天 空气无比地清新 灵躺在小溪边 像是做了一个很模糊的梦 灵与简谈到了 即将要被建成水坝的周边 一切无声胜有声 姐妹俩闭上双眼 享受着宁静 这时 一只发出淡红色光芒的蝴蝶 从两人附近飘过 美丽又诡异 灵不经意间又提到了 童年时期的那次意外 本想借着机会 和姐姐敞开心扉地表示歉意 可没想到一回头 灵发现姐姐已经不见了 她究竟去哪了 好在灵在匆忙之中 瞥见了姐姐的身影 她仿佛着了魔一般 一拳一拐地向森林深处跑去 是那红色的蝴蝶 姐姐正是被蝴蝶吸引住了 零知道 附近不远处 便是童年时期 母亲经常再三叮嘱 不要靠近的禁忌之地 然而为了追上姐姐 她还是跨过了一套界限 附近的双子地藏佛像 已能够暗示着她 一切命中注定 那会是改变 他们姐妹一生的一步 此时的森林 突然漆黑一片 远方还有隐约的灯火闪烁 而姐姐的身影若隐若现 可是看着 却像是变了一个人 灵沿着小路追逐 一时间幻觉与现实重叠了 其实她看到的 正是当年黑泽八重的残像 跑了许久 终于在一处鸟居附近 看到了像是姐姐的身影 姐姐转过身后 数不清的红蝶从她身后飞起 直到消失在灵的视野中 就这样 灵和简正式踏进了 街神村的黑暗领域 再也没有回头路 他们所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到来 正是黑泽沙虫的怨灵 所期盼的时刻 眼看着来时的山路 消失得无影无踪 姐妹俩指着硬着头皮 向山下的村子中进发 相比灵的惊恐 简竟然意外的平静 此时的她被黑泽沙虫的部分意识影响着 如同一个工具人 两人沿着小路往下走 途中发现了上个故事中 那对悲催情侣的合影 这时 灵才猜测到 新闻中 失踪的男人也许是误打误撞 经过这里找不到出路了 走了一会儿 两个人发现了几座民宅 一道白色的身影一晃而过 不过有姐姐在身边 灵还是鼓起了勇气 她和简来到了一户民宅前 这户人家姓冯板 隔着窗户 可以看到里边有微微的光亮 这时 灵感觉到姐姐好像把手搭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可并非如此 稳住了呼吸 灵和简推开了门 这房子内部空间看上去一点也不小 可一切都是泼泼烂烂的 姐姐简拥有很强的第六感 她先一步察觉到了过去惨剧的残像 两人在调查冯板家的时候 发现了悲剧情侣中女方 虚躺美爷子的笔迹 姐妹俩不解的是 这户人家应该也是在村子中 有响当当的地位的 可是此时此刻为何是如此的惨像呢 两人在客房中发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 那正是麻生教授的原型机 真比青子郎死前曾经使用过 这台相机虽然手感差得出奇 也不能封印灵体 但可以暂时的击退怨灵 不久后姐妹俩来到了二楼 撞见了悲催情侣的怨灵 在这家里里逃习 外境犬 这家里里逃到这里 你去哪儿去向哪儿来 你 怎么办 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 击退怨灵之后 意识模糊的灵才发现 姐姐又不见了 凌调查了片刻 发现了麻生邦验改造的零食收音机 画面一变 姐姐剑正在追逐着前方的红蝶 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凌走出了冯板家 来到了一条小路上 发现姐姐走进了一户人家 那便是黑泽家 凌孤零零的走着 在一个拐角处遇到了一位白发少年 这正是绿花树月的幽灵 他将凌误认成了黑泽八重 并且给予了凌一些提示 凌通过拍摄 得知了开启黑泽家大门的方法 通过麻生邦验相机的辅助 凌找到了一把钥匙 这地方堪称禁忌中的禁忌 甚至此刻连手电都失效了 不久之后残像再次出现 凌如同亲眼目睹了半个世纪前的大长之夜 真碧青四郎的远铃强大无比 凌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躲开了他的追杀 凌来到了二楼 继续调查下一步的线索 然而照片显示 线索中的房间仍然在黑泽家 于是凌不得不面对真碧的怨灵 再次躲过之后来到大广间 找到那个房间 可是也遭遇了怨灵的扎堆袭击 在击败他们之后拿到了一把钥匙 凌走进了名为除坛的地方 终于又找到姐姐姐了 牡子 属于照片 于是凌 хар的 这个类了 学厅 妻正 为相 bij IDA 由我查 su Ottoman 在君 大的 我查 到 我查 凌通过拍照 得知解锁熟坛机关 需要同声加一对人偶的头部 走出去不远 一个倒在地上的女愿灵 埋伏了杀相姐妹二人 由于简的第六感更强 也更信仇恨 所以灵有足够的机会出手 再次经历战斗 拿到了双子之手后 灵开始认真地解锁机关 一阵操作大功告成 拿到道具后的两个人 回到了二层 可是姐姐简又开始 着魔一般地快速奔跑 灵走进了大广间中间一看 原来姐姐又被杀虫的意识控制了 黑泽家的怨灵数量众多 可见大成的灾难有多恐怖 两人结伴同行 恐怖的氛围淡了许多 在找到钥匙之后 姐妹俩发现了曾经囚禁过 真碧青刺狼的地坑 原来那个地下通道的入口 就在这附近 刚下去之后 就遇到了祭祀神官的怨灵 麻生相机和墙里底盘的威力十足 在击退了这些怨灵之后 两个人找到了佛堂 来到了二楼 经过调查 简发现了一道 需要两人协助开启的机关 于是 灵来到另一侧 与简合作 开启了一道秘密 通过这个地方 来到了一处祭坛 祭坛上放着五本书 分别代表了 红雨 双子 禁忌 忍住 灾炎 通过正确的顺序 放进机关中 解锁得到了一把钥匙 姐妹俩通过得到的几把钥匙 解锁了监牢 在这里了解到了 真碧青刺狼的故事 并且还得到了冯板家的地图 本想要离开时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门竟然自己关上了 灵和简被意外地隔开了 姐妹 姐妹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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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哪有鑽在哪有的… 找來找來… 待在這裡…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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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丈夫… 快點… 約束了…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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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被殺蟲的意識影響再次開始怨念起來 而零也像是受到了八重的影響 零急匆匆地離開了黑澤家 再次找到了幽靈束月 數月提示零去調查冯板家的佛坛 并把四個風車鑰匙的事情也告訴了零 宛如當年她對黑澤姐妹說過的話 零來到了冯板家 發現了風車造型的機關 解鎖之後 開取了通往地下佛坛的密道 然而這並不簡單 地下藏有鑰匙 但同樣也不缺少可怕的東西 就在零尋找鑰匙時 一個嚴重破壞氣氛的老鐵出現了 這怨靈生前是村中的寄人 也就是執行仪式時靠近虛的那些祭祀人員 眼睛被現鑿匙了 靠聽覺來攻擊 經過一陣苦戰擊敗了月亮之後 零趕回了黑澤家 門終於可以進了 可姐姐卻不見了 一定是又找梁山伯去了 途經童生家時 零感覺到了一股力量封印著大門 於是通過相機解開了封印 終於進入了童生家 捕捉到了怨靈版的童生姐妹花 童生姐妹的怨靈一直在釣魚直返 零一路追蹤他們 在拐角處不期而遇 這種玩兒街頭慣用伎倆的孩子 其實是零的對手 一番激戰暫時擊退了他們 零來到了童生家的人行間 相機拍攝到了缺少頭部和肢體的人偶 顯示其餘部分在某個佛潭的位置 零在下樓途中來了回艷遇 雖說長相很甜美並不嚇人 可是您這沒沒了的摔 這胖瓷跟我不好吃 在經過了一番激戰後 零找到了人偶其餘的部分 成功的解鎖了機關 然而又遇到了童生姐妹花 在擊敗了童生姐妹後 零通過這個地方來到地下 這次倒霉的事情來了 沙蟲的怨靈居然出現了 它明顯降臨是為了當年逃走的八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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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起见 您暂时丢下了手电和相机 猫鼠游戏开始了 灵逃进了丽花家 沙虫的可怕的笑声 不断从身后飘来 灵暂时躲进了那户中 拿到了一把钥匙 沙虫以剪的口吻 诱惑灵去开门 还好灵机智地 躲过了沙虫的袭击 在这紧急关头 丽花家的格局 犹如一座迷宫 梁通过得到的双子雕像 破解了机关 终于从另一侧逃出 此刻他必须回到地下 拿回相机和手电 虽说躲过了沙虫的纠缠 可是丽花家 还有一个更熬人的小怨灵 丽花千岁 她的怨念开始作祟 在途中引诱灵 去往她当年死掉时躲藏的地方 与此同时 灵发现了姐姐简 跪倒在一个被锁住的房间中 为了取得钥匙救出姐姐 灵鼓起勇气去寻找丽花千岁的怨灵 在调查衣柜时 千岁的怨灵出现了 战斗片刻消失掉了 灵发现有一道衣柜中 刻着密密麻麻的自己 这便是丽花千岁死亡的地方 她的远灵 此刻可能潜伏在 每一个适合躲藏的地方 这期间 灵还遭遇了村民远灵的群殴 他们把灵砍成了黑泽八重 一个个恨不得将灵大卸八块 斗完了村民 要和丽花千岁捉迷藏了 虽然她的攻击方式很好躲过 但是一旦被纠缠起来 无论男女都吃不消 灵与她缠斗了十几个回合 她击退了 得到了钥匙 可是回到姐姐所带的房间时 却发现空空如也 阿花 Mio Mio お姉ちゃん 置いて...行かないで お姉ちゃんを置いていくわけないじゃない ずっと探してたんだよ 早くこの村から出よう 姐妹俩已经得知了埋葬鬼之的墓地朽木下方 有一个密道可以逃出村子 进入那个地方之后 简突然晕倒了 灵相信这里的机关可以开启通往外界的通道 目前姐姐不能行动 她必须一个人回到地面 找到那四个风车钥匙开启石门 所有的钥匙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相应的 灵也要与更高级别的月灵狭路相逢 尤其在冯板的家中 灵在储物间的葛龙中发现了有内味的意味 在大厅中又被几个捉迷藏的鬼童戏弄了 这些小鬼们耳瘾石线 从四面八方围帽领 反正对孩子们的友善之心 灵温柔地给他们上一堂幼教课 好不容易教育完了孩子 又在同生家遭遇了同生姐妹花的袭击 经过了这几场战斗 灵收集齐了风车的钥匙 回到了朽木下方 开启了机关 姐妹俩此刻只需抵达山上的神社 便可离开村子 收藏 姐妹 Mio,あれ? 姐姐 村民们的怨灵蜂拥而至 他们中的一部分撸走了简 剩下的留下了围攻灵 此刻简已经被沙虫控制 来到了黑泽家的佛堂 马上就要深入地下 抵达虚的位置 零这一路上被数不清的怨灵围追堵截 然而这对于已经熟练操作相机的他来说 完全不在话下 红蝶又出现了 引领着零前往佛堂 那之后 零仿佛亲眼看到了当年黑泽家记住 对真碧青瓷狼执行深血仪式的残酷场面 祭主的怨灵杀气十足 并有祭司的神官辅助 零使用了手中最强的灵式胶卷迎战 最终敖战了800回合 勉强取胜 通过祭主的钥匙 零开启了通向虚的隧道入口 在这条深不可测的隧道中 聚集着大量寄人的远灵 他们三五结伴地堵在狭窄的拐角处 让零苦不堪言 终于来到了执行红制祭的场所 只见一对双子之灵招服在制作之上 依然看不到姐姐的身影 零继续往下走 3000鹿 零 粒 三 一 三 四 三 四 七 我一直在等著 在鸟居处遇到了怨念极强的真壁青磁狼 被志诚卸的他无比的强大 和他的战斗 零但凡被他碰到一下就会丢到性命 零视胶片对他来说也无法造成过多的伤害 甚至只能勉强的阻止他回血 通过游击战 零击败了真壁青磁狼 迫不及待的走下了台阶 终于看到了姐姐 话说如果是最高难度的话 还会与沙虫展开一场激战 我们回到故事 此刻仿佛命中注定 黑则八虫置于天仓灵 黑则沙虫置于天仓简 似曾相识的精力与内心写照 让一切恩怨与纠葛 汇集于街神村的深处 何人 私たち一緒に生まれてきたけど やっぱり別々に生きて 死んでいく 分かってたのに 分かってたのに お姉ちゃん ずっと一緒だから いつまでも一緒にはいられない でも これで一つになれ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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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亲手掐死了姐姐姐 洪志祭就这样完成了 反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她会在隧道中遇到这样的一幕 最终回到山村小夕 听得见姐姐的声音 却看不到她的人 在结局虚中 沙虫分离出简的身体 与简一同坠入虚 灵在简坠落的瞬间抓住了她的手 被分离出的沙虫独自坠入了虚 可灵却无意之间看到了虚内部的样子 最终这导致灵的双目失明 眼睛四周缠上了一圈白色的纱布 姐妹俩再次出现于山村附近 虽然不能合二为一 但也永远离不开对方了 画面以剪的一个诡异微笑结束了 当年Xbox版本的红蝶 还有一个结局命为约定 可以勉强算一个温馨结局 灵最终发现自己被八虫附身 来到虚附近时 八虫和沙虫 从天葬姐妹的身体内分离 终于弥补了半个世纪前的遗憾 我ah你若隐所ac额 或许这样的派遗憾 我认识我若隐所 在几冰之前 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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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これで やっと行ける もう この手は離さないから 姉ちゃん 姉ちゃん ゴマ でも 先生 怪 как 怪 в aches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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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地展开细说 红蝶的结局所蕴含的深意 但我们可以看出 黑泽姐妹与天仓姐妹之间 无缝对接看似巧合 实际上这两对双子 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 沙虫心中的怨念 是八虫独自离去后 自己孤独赴死 内心的孤独 夹杂着被背叛的感觉 而天仓姐的命运 并没有这样的束缚 可她同样渴望着一件事 那就是和灵永远不会分离 制作人亲口表示 故事中年幼时的姐跌下山剑 只是一时冲动 因为意识到了姐妹间的亲密无间 早晚也有分离的一天 跳下山剑无意于自杀行为 不过姐却依然活着 妹妹灵对自己产生了愧疚感 这种愧疚感如同压在心中的石头 让灵无时不刻不守在剪身旁 一个是不愿说出口 一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两个人直到经历了接神村的事情 才明白了对方内心中真正的想法 任何约定都蕴含着深深的爱 但也同样是束缚 一句约定可以轻易的说出口 可是为了使它不被破坏 也许需要一个人甚至两个人 用一生的经历去精灵守护 人和人可以同年同月同日生 却很难同年同月同日死 最残酷的莫过于 深爱之人早已离开人世 唯独留下另一个人孤独终老 我觉得灵红蝶大概就是一个 维绕着约定展开的故事 故事就到此为止了 这个系列的深度很难用意义期来阐述 今后我有经历会在一些考究中 更深刻的挖掘一些零系列的价值和秘密 各位回见了